凤凰每周新闻友 齐心同创 富足未来 富国银行 地驼表 华人独家代理 李新华翡翠京城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让Stay Farm和奥特曼保护你 向更好迈进 世界品味东方魅力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联合赞助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3月14日的凤凰每周快讯 在乌克兰危机日趋紧张之际 CN和ORC国际公司 14日公布的民调显示 更多美国人是多年来首次认为 俄罗斯是对美国的威胁 如今69%的民众表示 俄罗斯对美国构成了威胁 比2012年增多了25% 为前苏联解体以来最高 31%的人认为俄罗斯不是威胁 少于两年前的53% 另外马航MH370班机失联已经7天 继华尔街日报报导 马航班机在失去联系后 继续还飞行了4个小时 美国国防部资深官员13日 就进一步证实表示 马航失踪班机联系中断后 卫星测到的是发动机远端数据显示 MH370班机可能继续飞行长达4到5小时 多名飞行专家指出 白宫和五角大厦透露的讯息 让恐怖分子劫持客机的推测再度付出 有关详细报道 请不要错过今天晚上的凤凰美洲新闻 在国行响云 地球公转 我的节奏自转 享受云端 自在过哈 我这个人呢 非常注重生活品质 又爱户外运动 工作之余 我喜欢跑跑步 呼吸新鲜空气 听听小鸟叫 我觉得跟大自然接触 是件特美妙的事 当然除了戒身之外呢 我也非常注重饮食 每天一杯大甜豆浆 补充营养 大甜豆浆 是我生活质量的保障 感谢回来 美国客机13日发生了一宗有惊无险的意外 全美航空公司载有154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客机 13日在费城国际机场跑道爆胎 造成比前轮起落架垮掉 迫使机场决定停飞 紧急疏散机上的乘客 全美航空表示 1702号班机原定13日傍晚6时30分左右起飞 目的地佛罗里达州的劳德代保 但该客机起飞时机头向下跌撞跑道 该公司发言人表示 虽然有两名乘客要求就医 但没有人严重受伤 另外刚于12日判刑的加州阿罕布拉斯 人爱医疗集团笔记型电脑窃犯 Christopher Lee Brown 12日晚间是约10时左右 从囚犯收容中心脱离 洛杉矶县警局发布通缉令 洛杉矶县警局表示 显然保全措施没有落实 让犯人有机逃脱 调查指出 Brown假冒为另一位囚犯 因此顺利逃脱 12日晚间 预方发现Brown不再被移送监狱的队伍当中 透过监视录影 确定Brown在晚间时时从收容中心的release area逃脱 Brown逃脱后中心洛杉矶双塔监狱与男子中央监狱接封锁 监狱医疗服务仍照常运营 警局表示将继续调查监狱系统的疏失 另外一年一度的圣扒特利克节日马上就要到来了 这个来自爱尔兰的传统节日 致在今年爱尔兰的主教 而直到今天 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西方国家都在这一天普天同庆 在美国的赌城拉索维加斯 每年的这个时候 各式各样亮丽的霓虹灯都被打扮成绿色的主题 以此向游客们展示圣扒特利克节的来临 而今天的赌城除了有爱尔兰风格外 还包括了中国的长城遗迹 匹萨斜塔等主题 吸引了不少旅游留念 好 不要离开广告过后 我们再来看更多的消息 我买了网络加电视加电话的吹风符 超快的呀 为什么不换成iTalk BB呢 我刚从Brizen换成iTalk BB了 怎么样 说快清楚的吧 相当清楚啊 但是号码会变吧 免费保留原号码呀 一个月4块9毛9起 iTalk BB直播全球和全美 只需4块9毛9起 座机手机均可拨打 快打热线 18774825522查询优惠详情 感谢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各大平面媒体的消息 全美各地将近400个文权团体上书 奥巴马总统和国会 要求正式儿童健保计划的重要性 维持106亿的儿童健保计划预算 另外相较于OG健保仅拥有合法拘留身份者购买 白卡仅供公民和绿卡抽者申请 许多州无证移民的孕妇和儿童 仅能依赖于儿童健保计划 假如该计划取消 无证移民即使有能力支付保费 也无法取得保险方案 另外文明全球的速食连锁店麦当劳 近日是在加州 密西根及纽约等三周持上了劳资纠纷的官司 遭员工指控有计划可扣员工工资 说法包括少算工作时间及不付加班费 公司及旗下的连锁店共面临7个集体诉讼 原告律师表示 7个集体诉讼总共约影响3万名麦当劳的员工 原告寻求麦当劳偿还应有工资及赔偿的损失 终止违反州法及联邦法的做法 但未指明数额 这场官司正好发生在各界关注贫富差距拉大 及密切留意速食业工资之际 虽然诉状中指出的资方做法 在新低业界十分普遍 但律师强调他们单挑麦当劳 因为它是速食业的龙头 另外长期失业者有望领到停发已久的失业福利 国会参院两党近时达成了协议 同意延长5个月的97亿元的失业救急 协议将在参院3月底结束休假赴会后表决 预计在民主党人控制的参院将会顺利过关 但提交给共和党掌握的众院时 能否通过仍然预料 去年底以来 两党在长期失业福利的延长问题上互不相仗 失业福利成为了选举年的话题 双方都想展示创造就业和支持失业家庭的形象 以上就是今天凤凰每周快讯的全播内容了 感谢您的关注 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